大家好,杨风 什么事情能够让中俄两国合作 力导美国的后院呢? 而且是军事与经济双管齐下 这对美国的影响就大了 起码,这和之前不一样 最近几年,中俄两国常态性地 与西太平洋的东海与日本海 举行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但是,这两地都是中俄两国的近海海域 是中俄两国的前沿地带 距离美国万里之遥 中俄两国和日韩两国承担的军事风险比较高 而美国承担的风险比较低 然而,当中俄两国在军事和经济这两个层面 推进到美国的后院的古巴 那就再也不是之前的反击美国 而是进袭美国了 先参考一下新闻 古巴长期被美国制裁加上禁运 在美国的制裁令下 许多物资包括了能源 被禁止销售给古巴 全球只有少数国家 敢于和古巴进行贸易 其他的国家 但是特朗普上台后 推翻了欧巴马时期对古巴的政策 又恢复对古巴的限制措施 到底是什么情况 使得美国非得要限制古巴 制裁古巴不可能 几十年来 美国制裁的是卡斯特国政权 台湾称之为卡斯楚 还是古巴1100万的人民呢? 如果真是制裁卡斯特罗政权 卡斯特罗已经于2016年11月过世了 但是美国和古巴的仇怨 却无法一笑民恩仇 2023年11月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 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经济 商业和金融封锁 那一次已经是联合国大会 连续31年通过这样的决议 不过 美国对此丝毫不理会 然而 近年来 中方对古巴的援助 给古巴带来了转机 尤其是在能源和电力方面 古巴被美国长期封锁 不要说经济发展不起来 就连能源也匮乏 缺乏足够的动力 而古巴的发电设施都已经成就了 需要维修 更新 电力不足 就发展工业 经济也好不起来 不过 当中方在古巴建立的光伏电厂 发挥作用后 对古巴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有了足够的电力 也将改善古巴的投资环境 为古巴带来工业发展的机会 促进就业和提升消费力 一切都可以从此循序渐进 重点是 当古巴的经济改善之后 对美国的抗压性也就越强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会越来越没有用 另一则消息 俄罗斯海军舰队编队 抵达古巴访问 说访问就有意思了 因为这一次俄罗斯的海军编队 搭载了高潮音速导弹 进入古巴海域 俄罗斯军舰访问古巴 没啥稀奇的 以前也访问过 但是搭载高潮音速导弹 还是第一次 这次的海军编队总计有 三艘的军舰和一艘核潜艇 对古巴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 没办法 谁叫你美国没有高潮音速导弹呢? 俄罗斯就是要欺负你 欺负美国没有高潮音速导弹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能搭载高潮音速巡航导弹的核潜艇 抵达古巴海域还是第一次 如果该核潜艇携带了 高潮音速导弹 由于距离美国海岸只有约180公里 可以在两三分钟打击美国本土 当然 这要看俄罗斯高潮音速导弹的飞行速度 如果按照俄罗斯宣称的 以九倍的音速飞行 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打击美国本土 如果俄罗斯的海军编队 在这一次携带了核弹头 那可不得了 那相当于第二次的古巴导弹危机 虽然 俄罗斯官方从未正式承认 高石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 不过 外界多数认为 高石导弹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不知道 俄罗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国的手段 由于俄罗斯没有正式承认 高石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 那么 当搭载高石导弹的军舰 或是核潜艇临近美国海域 美国就反对不了 只能够高声抗议 这就是俄罗斯海军编队访问古巴的用意 如果美国抗议了 俄罗斯会说 又没有核弹头 你美国抗议什么呢? 但是 俄罗斯充分展示了 对美国的威慑力 开什么玩笑 这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 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 防无可防啊 到底有没有携带核弹头呢? 只有俄罗斯知道 美国只能吃哑巴亏 奈何不了俄罗斯 谁叫你美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呢? 不仅仅如此 前几天的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称 俄罗斯可能会向其他的国家提供武器 这番说法就是反击美国和北约国家 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武器和援助 想想看 如果俄罗斯向一些国家提供先进武器 例如高超音速导弹 S-400防空导弹系统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俄罗斯向也门胡塞武装组织 提供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美国和英国等国家 部署在红海的军舰 不就是挨打的份吗? 俄罗斯的用意很明显 不能够只是美国和北约国家 单方面的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提供武器 俄罗斯也可以造作 你美国和北约国家 对我俄罗斯找我的麻烦 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回敬 这叫做理上往来 坦白说 美国如果真的对此向俄罗斯抗议 那等于是丢脸 一来 俄罗斯会否认携带了核弹头的说法 二来 美国等于是向世界宣告 美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 今年二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提出 北约国家参与乌克兰冲突的说法 马克龙呼吁北约国家派兵参战 俄罗斯释放的消息是 既然北约国家可以疯狂 而我俄罗斯也可以 这种鼓动战争 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 俄罗斯也可以做 也敢做 就算俄罗斯不向反西方国家 提供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 如果只是提供一些反舰导弹 例如超音速反舰导弹 美西方国家也将难以销售 举个例子 1908年 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战争 西方称之为福岛战争 阿根廷空军向英国薛菲尔号驱逐舰 发射从法国购买的飞鱼飞弹 竟然把薛菲尔号打沉了 震惊了英国朝野 俄罗斯可以用同样的做法 向胡塞武装提供超音速反舰导弹 在狭长的红海 击中美英军舰不是难事 这三则消息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净乎是单方面的 向一些国家提供军事武器或援助 进行代理人战争 或是为中俄两国制造麻烦的时代过去了 中俄两国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尤其是中俄两国似乎很有默契 一个特殊的模式 俄罗斯从军事援助着手 北京则是从经济贸易着手 从而形成一股有效的力量 牵制美国和其盟国 2021年3月 中国和伊朗签订为期25年的战略协议 这是类似的模式 中国可能不方便 威胁国家直接提供军事援助 这是因为目前 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不同 但俄罗斯可没有这个顾例 俄罗斯虽然没有什么钱 但是俄罗斯有军火工业 军火武器的输出 本就是俄罗斯主要出口项目之一 这就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分工 北京对外仍然是以经济贸易 以投资和基础建设为主 俄罗斯则是从军事输出 武器销售和援助上着手 这样的模式形成一个绝佳的搭配 其实,这样的分工模式 首建于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 北京在这场冲突中 坚守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 为俄罗斯的经济注入活力 依照我们在乌克兰冲突几天后的说法 俄罗斯像是一个身穿金甲的勇士 挥起了大刀 立抗美国和西方国家 并且又跑在了前头 成为全球去棉化的大先锋 这样的模式到后来 又看到了伊朗向俄罗斯提供 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这个模式为俄罗斯延续了经济活力 支援其军工生产力 使得俄罗斯能够在前方 以一己之力对抗美西方 另外界袭击的是 这个模式外界或许猜得到 甚至看得到 但是却抓不到毛病 美国为此极了 多次指责 指控中国为俄罗斯提供 援助 包括芯片 军事武器的零部件 以及金融上的援助等 但是却找不到什么证据 一切都是正常贸易 有人说 在美国的压力下 一些中国的银行 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贸易结算款项 包括以人民币付款 但这都是表面上的 做做样子 做一些表面功夫给老美看 中俄贸易有其他的方法 有其他的渠道 要不中俄两国的贸易额 怎么会每年大幅增加呢? 既然你老美施加了压力 中方就停止一些银行 拒绝俄罗斯的贸易结算付款 这样 老美也算是有面子了 但是 老美指控中方援助俄罗斯 已经两年多了 就是找不到实质的毛病 这并不是说中方怕了美方 而是有更好的方式 为何不用呢? 何乐不为呢? 当然要用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96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 如果俄罗斯那时候 可以用更为细腻的方式 或许美苏两大超级强权 不会因此几乎是冰龙相见 这差别是 这样的模式 因为是有中国的存在 2021年12月 我们有一起的视频 谈论中美俄三大国的战略模式 中美俄终横 俄国敢打 中国的战略却不为人知 从所未见 这是中美俄合纵联合2 中国在国际战略上的布局 真的是从所未见 至少自许为西方现代国家的美欧 未曾见过 也不曾领教过 否则 美国从2018年3月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来 又对中国施加许多的争斗 但就是没有什么成效 最多只是在芯片战中 看到一些成效 就其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的布局 中国的打法 从所未见 这方面 也是因为老美太过骄傲了 不舍得花大钱来研究中国 我们做一个结论 这一次 中美模式推到了美国的家门口 而美国却是莫可奈何 这对美国的政界和军方是一大打击 这几年 南美有些人觉得 中国军舰、核潜艇、还有侦察机等 也应该到美国的海岸 或是近海溜达溜达 别急 总是有机会的 这次的模式 应用在古巴身上 不是很合适吗? 除了古巴外 不是还有委内瑞拉吗? 总之 别急 一切循序渐进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杨风天下谈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周末愉快